2021年悉尼的4月进入了秋季 现在6月了 悉尼进入了秋冬 喜欢居住在House House是有前后院子的独立房子 冬天了 在悉尼家 近年院子里的枫叶依然是那么的红 茶花也开满了枝头 感觉与住高层公寓的住客上下关系的不同 住在House的人们似乎才是真正的左邻右舍 左邻右舍 他们大都喜欢整理院子 整洁漂亮的前院是一种友善欢迎的信号 左邻右舍的邻居们还时常会交换各自的花草 这是一种交流 Good day 这是澳洲式的相互问候 遗射关系的氛围是相互的关怀 是唇齿之间的关系 最近 广州的立湾区成了网络上聚焦的地方 记得很多很多年前 从澳洲回到了广州立湾区的家 大楼的入口处 大铁门紧锁着 上楼 走廊入口也有一扇上锁的铁门 最后进入家门前还有一扇铁门 与姐姐们交谈 其中最小的姐姐对自己说 你知道我们单位 作为福利发给了我们些什么 卫生巾吗 是煤气罐 清凉饮料吗 是一根防盗用的大铁棍 今天 家里的茶花又开了 这是本来长在老邻居家的茶花树 因为新来的房东要改建房子 树被砍了 但几年后 伸展到我家前院的茶花树根 后来竟然又复活了 而且长成两米多高的茶花树 还花而朵朵 移民澳洲 在西迷一直住在城里 直到自己有了两个小孩后 搬移到郊外 住进了有大院子的house 还记得住进house后 大儿子会偶然与邻居的孩子们 骑单车玩耍 小女儿却喜欢一个人四处串 但时常会被不同的邻居阿姨牵着回家 被告状说 你女儿一个人走到了火车站附近 你女儿拉过我家的游泳池旁边 姐挨着的老邻居 是一个九十多岁的欧洲老太婆 她一人住在一千多平民的空间里 每次在家门前与其遇见 自己总难免会被拉着疗伤十几分钟 老太太大概讲的是古文 自己也基本上只能猜其大意 在老太太回忆她丈夫中这颗茶花束时的情景 和回忆着她丈夫一锤一定的修理房子的情形是 老太太那含笑的稍有泪光的眼睛充满了怀念 年迈的老太太 似乎让自己看到了当年那些带着梦想的移民来到澳洲这片荒土的情形 悉尼的秋天 不冷不热气温一般在摄氏二十多度左右 时时有雨又有点像春天 隔壁的隔壁 老太太家姐挨着的邻居是一对白人的中年夫妇 房子的女主人叫珍妮 有一天不见很久的珍妮回来了 而且是坐在了轮椅上 这是圣诞节的前几天 所有的邻居都似乎特意的将自己的房屋打扮的张灯结彩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圣诞节可能是珍妮回家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难忘记那个圣诞夜 珍妮的老公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珍妮 观赏邻居们圣诞灯式的身影 之后 珍妮再也没回家了 她老公也把房子卖了 搬走了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不知不觉 自己也成了附近邻居的老人 最近 不断有人敲门 问是否知道住在对面房屋的老夫妇是否在家 看 那鸟也在他们房屋的窗前在询问 真的有一段时间 没看见对面勤快的爱做花园活的老邻居夫妇了 女儿大学快毕业了 工作的合同已经签订 为了纪念即将到来的21岁生日 女儿准备置身一人当义工 到远方欧洲波兰的某个偏远孤儿院教英文 女儿说 想在正式工作前帮一下有需要的人 2021年 广州的新冠疫情严重 关怀 包容 理解的邻舍氛围更显重要 广州 加油 喜欢坐飞机 因为在高空中可以俯瞰大地 深感地球上的美状楼房 每间house 其实 都是我们相互的邻舍 对面house的两个老人家 再没有回来了 不久house前还竖起了拍卖的牌子 拍卖中 女儿举起了牌子 围观的邻居们也竖起了大拇指 夜深人静 看窗外 感觉到千里之外 有万家灯火 看天边的弯弯月亮 隐隐又听到了 这样一个声音 爱你的邻舍 隔壁邻居的老太太 再也没出现在花园了 不久 老太太的房子被拆重开了 但 阳光下 很多年后的今天 从邻居老太太家延伸过来的 那茶花树上的花儿 依然朵朵 了解 有多厌 呢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